中国,因为气不晚,在许多领域都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但随着我国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已经在许多领域赶上,甚至超过了欧美发达国家,分体焊接制造技术就是其中之一,这项技术原本是被美的两国严格封锁的。 但俗话说得好,360行,行行出状,我国民间有着许多高手,分体焊接制造技术就是被我国神谷的一名普通的汉工氧振华研发出来的。 神谷的主要研究就是一些离心压缩机,这种离心压缩机,就好比是机械的心脏,它的外壳要求极高,就算是拥有着离心压缩机制造技术的美的两国, 要制造一个合格的隐心离心压缩机外壳,也至少需要一年时间,而我国当时没有掌握这项技术,只能向德国高价进口离心压缩机。 并且如果机器一旦出现故障,我们要支付德国3000万元米币,还要等半年才能维修,离心压缩机停工一天,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更何况需要等待半年,没办法, 杨振华只好带主人研发,结果20天就修好了离心压缩机,并且杨振华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在消耗了一吨左右的钢丝后,终于研发出了分体焊接制造技术,可以制造出了许多合格的离心压缩机外壳,打破了美兜两国的技术垄断, 连以前一直封锁技术专利的美兜两国,也向我国进口外壳,就这项技术每年就能为我国创收拾一元。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